弟兄姐妹平安 时间过得真快 五月都过了 我不知道你觉得快不快 快不快啊 听说年纪越大感觉越快 我记得小孩子的时候 一个礼拜都很难过对不对 要等到礼拜六礼拜天都熬很久 现在恐怖的不得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那经过了五个月 请大家把眼睛闭起来 请问我们教会今年的年度主题是 行在圣灵中 你们不会听了五个礼拜还搞不清楚吧 对吗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 行在圣灵中 下面有三个 第一个是认识 第二个是经历 第三个是顺服 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 是参与天父的创造 是与耶稣一同拣选使徒 并在主耶稣升天之后 普遍降临在门徒当中 与我们永远同在的神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行在圣灵中呢 我们当然是要认识祂 我们当然是要与祂交往 经历祂 并且顺服祂的引导 因为这个缘故今年 当我知道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跟神祷告 我决定在一年当中 从使徒行传看圣灵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使徒行传充满了圣灵的记载 而使徒行传是教会建立的历史记录 所以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 看见圣灵的作为 以便我们更多认识祂 以便我们更真实的与祂交往 更专心的顺服祂 认识祂并不代表我们能与祂交往 我记得我父亲第一次得癌症 好了以后呢 他就跟我们说 他就跟我说 李健你可以在大学教书 又跟我哥哥说 李冰为什么你在大学教书 为什么我不能在大学教书呢 我们就跟我爸爸说 爸爸我是很早就教书的 那个时候硕士可以在大专院校教书 我说我们因为早早就拿到讲师资格 大专院校讲师资格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继续教 我说你现在没有机会 你现在是要博士才行 我爸爸说哪有一定呢 我哥哥是个博士 所以他教书没有困难 以后我爸爸就说 那这样吧 你去想想办法 就问我哥哥说 说你们认不认识那些大学的校长 你知道大学那时候不是太多 对吗 二十多年前 大学不是太多 现在大学多到 我都搞不清楚哪一个是大学 我跟我爸爸说 那些大学校长我通通认得 但是没有一个大学校长认得我 认识要有精力才行 如果你认识却没有精力 算什么认识呢 我知道他的名字 我知道他的背景 我跟他却没有来往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是不是停留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呢 因此之故我盼望在这一段的时间 其实教会有一点紧张 有一点压力 一直希望快一点 可是有人开始到现在 都还不知道圣灵是什么 其实圣灵不是什么 圣灵是什么 圣灵是谁 对不对 圣灵不是什么 圣灵是谁 圣灵不是一个东西 圣灵不是一个能力 圣灵是神 所以我们只能说圣灵是谁 我们不能说圣灵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是谁呢 今天我们要按着顺序 来到使徒行传第四章 请你翻开来 32节到第五章16节 使徒行传第四章32节到第五章16节 这是单独可以分享的一段 但是它是使徒行传第2章42到47节 所举例出来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 我已经讲了好几次的使徒行传了 使徒行传是 这是路加写的 路加并不在耶稣 在地上的时间跟他同工过 路加是后来因着保罗才信的 路加并没有生在巴勒斯坦 所以路加在写 路加福音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 他是去特别的查考 特别的访问 做下很多的记录 他是医生 你知道医生有一个特质 他们巨细米移都不能忘了 都不能忘了 因为一不小心忘病人就死了 对吗 所以做医生有这个特质 他们把什么事情都要记下来 记下来 以后他就写了使徒行传 因为这个缘故 他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 他是有计划的写 有系统的写 他不是想到哪里写哪里 那不然的话 使徒行传只有28章 从耶稣复活开始一直写到 保罗的工作到达罗马 这一段的时间是30年了 怎么可以用28章写 所以他是经过编排的 他是经过选择的 他是选择重要的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他就在2章 请你看圣经 2章的42到47节 做了一个说明 以后从3章第一节 一直到5章 第 事实上是第5章全部结束 他在说明2章的43到47节 到底在讲什么 听懂我的意思吗 他在2章的43到47节 讲一个原则 然后从3章 4章 5章来解释 2章的42节到47节 那到底在讲什么呢 讲的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题目 圣灵充满的教会有什么见证 圣灵充满的教会有什么表现 到底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 将会怎么样呢 请我们先读 先读2章的38节 我们来读2章38节 请翻开使徒形状2章38节 我读37节 你读38节 当彼得向众人讲完了道 那个时候刚刚圣灵下来 37节 众人听见彼得的话就觉得扎心 对彼得说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算是非得色 就必领受的名受洗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这是第一次大行步道会 因为圣灵来了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色 下面说就 怎么样 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所以在这边就讲到教会的开始是 他们全体领受了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一个缘故 教会的表现应该是圣灵充满的结果 教会的表现应该是圣灵同在的结果 教会表现出来的 就是圣灵在我们当中 要我们活出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教会是什么 教会就是你跟我 教会不是建筑物 教会是你跟我 那教会是谁 教会是圣灵充满的人的那些人的集合 教会是圣灵同在的那些人的集合 所以教会是什么 教会就是你跟我 我们在一起 因为就有教会了 所以教会的表现就是你我的表现 教会的表现就是你的表现 教会的表现就是我的表现 虽然我们很软弱 虽然我们容易失败 虽然我们容易跌倒 虽然我们容易灰心 虽然我们容易忧愁 可是圣灵在我们身上 我们应该个人一起 大家可以有一个表现 那今天早上起来 我有一点点的低沉 我很少很少很少主日起来低沉的 我每一次主日起来我都很兴奋 因为主日是主复活的日子 所以我就我每个主日都很兴奋 可是今天早上起来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找不到原因 昨天发生什么事情 前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可是我有点低沉 我有点低沉 我就跟我的妻子说 我说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好像心情有点郁闷 可是我就心里祷告 祷告 祷告 以后就到教会了 到教会 坐在这边 坐在这边 后来第一堂来了 我看到陈石林来了 我看到金元长老来了 我看到童工来了 我们一站起来 我们一祷告 我一祷告我的心就欢喜 我一祷告我都突然活过来了 我就说主在我们当中 亲爱的地方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圣灵充满的地方 圣灵充满在哪里呢 不是充满在教堂里 教会是圣灵充满在你我的里面 如果是这样 那么圣灵充满的教会将会怎么样呢 一 请你写下来 请你写下来 传递高举并遵行神的话 传递高举并遵行神的话 你先写三个字 然后我们就开始来念圣经 圣灵充满的教会应该有什么表现呢 应该有什么表现呢 我前面只能讲一点点 因为我重点要讲第四点 如果我前面没有控制 我第四点讲了不够多 来我们读四十二节到四十七节 请我们读四十二到四十七节 四十二到四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 请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剥饼祈祷 众人都惧怕 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 信的人都在一处 凡物公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 造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恒切的在殿里 且在家中剥饼存欢喜 诚实的心用犯 赞美神 得众名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我刚才提到说 四十二节到四十七节 是一个圣灵充满教会的表现 而其中的第一点 就是说哪一个教会 是圣灵充满了教会呢 或者我们说 圣灵充满了教会 什么表现呢 第一个表现就是 他们会传递高举并遵行神的话 传递高举并遵行神的话 那这个在使徒行传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许多 使徒所传的道 有一些记载 很多记载 很多篇的信息 有的内容记载的非常的仔细 有的只是点到为止 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 这是初代教会 他们的表现 就是神的话在他们当中 彼得他们会讲神的话 同工们会传讲神的话 他们不仅传讲 并且他们高举 他们高举 他们喜欢讲解旧约 教育约是神的话 他们喜欢讲耶稣 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神的话 他们喜欢讲他们跟耶稣的关系 这就是高举神的话 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说 他们恒心遵守 恒心遵守 所以遵守神的话这件事情 是一个圣灵充满了教会的一个表现 一个圣灵充满了教会一定有个表现 就是他们传递神的话 他们高举神的话 他们遵行神的话 他们传递神的话 高举神的话 并遵行神的话 但是今天我们有个误解 我们以为传递神的话 只在讲台上 我们以为高举神的话 是要讲到要讲得很激动 我们以为遵行神的话 就是我想想看我要不要遵行 其实在这里讲到的高举 传递跟遵行 不限于在讲台上面 我们平常彼此分享神的话 就是传递神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常不常跟别人讲说 其实圣经怎么样怎么样讲 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做 如果我们不常这样做 那么是你没有被圣灵充满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喜欢做一件事情 他喜欢讲说神怎么说的 我要怎么做 他说这句话神实在太棒了 这句话太妙了 所以事实上 不是讲圆的问题而已 许多年前 讲许多年前 其实是许多许多年前 有一次吴勇长老讲一段话 那个时候我还蛮年轻的 三十多岁 他说什么呢 他说教会怎么样可以成长呢 弟兄姐妹怎么样可以复兴呢 抓到重点了对不对 他说教会怎么样可以成长呢 弟兄姐妹灵命怎么样可以复兴呢 我就想说赶快记下来 因为这是太重要的事情了 结果他的答案是 就是每周把主日所听见的信息 在周间活出来一次就够了 我当时心想会这样吗 他说教会怎么样成长呢 弟兄姐妹灵命怎么样复兴呢 就是你在主日崇拜所听见的信息 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周间 把那个信息用在你身上一次 我特别注意他说一次 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没有成长 一个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复兴 其实连什么 一次都没有 一次都没有 上个礼拜谁讲道 阮文青 你有没有一次去做他所讲的 就是这样子 上个礼拜我坐在这边 我在听讲道 上个礼拜是我52个礼拜 53个礼拜唯一一次没有讲道的 我坐在这边听道 当他在讲的时候我就跟主说 我当然还有很多时间听别人讲道 我只做主日崇拜 我坐在那边的时候 我就跟主说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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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过去的这个礼拜 我有做 我有做 我要做一件事 教会怎么样可以复兴呢 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 听讲道不在于讲台讲的好不好 我不是替我们自己开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为你着想 其实讲员有讲员的责任 你们都不知道 我们对讲员要求也很高的 我跟讲员说这个 说你一定要这样 你一定要这样 你要怎么样 那是讲员的责任 可是我怎么复兴呢 其实是我听到什么 这一周我要活什么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听我讲道 不喜欢也没办法 今天排到我 我也未必很喜欢 你听个懂吧 可是没办法 我可能讲了三分之二 你不同意 我可能讲了二分之一 你不是很满意 可是有没有一句话 你可以活出来的 那这个是你复兴的原因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想要复兴 是遵行神的话 你批判我没有用 那我不是为我自己找出路 我真的说没关系 可是你知道华人 现在算是最会讲道的唐从容 你知道多少人不喜欢他吗 可是你可以不要去听他讲道吗 你不要去听就没事了 跟你没关系 可是如果你听他讲道 完了下来 你要怎么样做 一件事 做一件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怎么样表现 你是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人呢 我们教会怎么样表现 我们圣灵充满的教会呢 就是要传递高举并遵行什么 神的话 神的话 你们连开口都省下来了 对吗 就是 传递高举并遵行什么 神的话 神的话 第二点第二点第二点 圣灵充满的教会将怎么样 请你写下来 敬拜神成为常态的生活习惯 敬拜神成为常态的生活习惯 你看初代教会 他们除了传递高举并遵行神的话之外 第二个圣灵充满的教会 有个外在的表现 就是敬拜神成为常态的生活习惯 常态的生活习惯 四十二节 四十二节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拨饼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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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敬拜神 他们同 四十六节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拨饼 是敬拜神的一部分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范 是敬拜神的一部分 七十七节 赞美神 是敬拜神的一种表现 我特别喜欢这一段的事情是 因为他说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他说天天同心合意的 这就表示经常性的行为 常态性的行为 一个被圣灵充满了教会 教会的弟兄姐妹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我愿意遵行神的话 我愿意常常祷告 我愿意常常赞美 我愿意一起剥饼纪念主 感谢主 我们刚才有一起剥饼纪念主 可是这个不是在教会里面的行为而已 你应该回到家里的时候 你应该在公司里面的时候 你应该任何环境的时候 你应该要有常态性的敬拜神的行为 有的时候 我说 做牧师或做传道人 或做讲员的孩子真的很可怜 为什么 因为他的爸爸如果在外面讲一套 回家活一套 他的孩子不疯了才怪对吗 如果一个爸爸是一个讲员 如果一个妈妈是讲员 他在外面讲的是个天花乱罪 回到家里活的是个乱七八糟 他的儿女不疯了才怪呢 他怎么可能有正常的那个呢 可是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 到教会如果是一个样子 出去是另外一个样子 你怎么会不疯呢 你怎么不精神异常呢 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或教会 他有一个正常的表现 就是什么 常常祷告不住的赞美 凡事谢恩 但什么叫常常祷告不住的赞美 凡事谢恩呢 就是随时随地与大家交通 与耶稣交通 体会圣灵的感动 有来有往 有来有往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到底做基督徒 我们是在做 在活我跟神的关系 还是在我看别人的关系 整个的重点 到底是我跟神的关系 还是我看别人跟神的关系 什么时候我们被赋予一个责任去监督 包括教会的长老 都应该先把自己做好 自己跟神的关系做好 你再去帮助别人 如果这个部分都做不好 一天到晚监督别人有什么意义呢 神有没有赋予我们这个责任 神只赋予我们牧养造养的责任 其实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最要紧的 这里讲到我们应该过一个常态性的 敬拜神的生活习惯 过去这个主日 过去这个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我陈希会邀请我三天到他们的 北部中部南部去跟陈希会所有的合作 陈希会的工作陈希会大家知道是戒毒 对吗 戒毒 陈希会在台湾做已经29年了 戒毒的工作 他们是用福音戒毒 他们不借重药物 不借重其他的 就是福音戒毒 这三天我以前参与他们 是用奉献 他们这次请我去给他们讲 所以我在这三天当中见到他们 所有陈希会的所有的同工 跟所有的学员 我第一次进到全部吸毒在戒毒的人当中 我就看到他们的整个的生活 陈希会就台湾的陈希会是全世界 戒毒成功比例最高的 什么叫戒毒成功比例最高 失败率就是你放一个出去 结果他跌倒了 就一个记录 失败率最低 最低的 即使是这样 他们的失败率 全世界 包括用国家的力量在戒毒的 失败率都非常的高 他们失败率最低 我就问他们说 那你们失败率最低 失败率是多少 他说70% 听得懂吗 那我说那别人呢 百分之九十几 我说失败率百分之九十几还做吗 那不做怎么办呢 一百个人里面可有两个会出来啊 我说你做个半死只有失败率 因为没有成功率嘛 对不对 因为那个人还没死就没有成功嘛 是不是 那等到那个人死了才要成功啊 我说失败率百分之九十几还做吗 那不然怎么办呢 我就跟他们同工 当我跟他们同工的时候 我去之前我就跟神祷告说 哇 要进到戒毒村里面去 要跟他们谈 我心里面有一个想法 结果我心里面有一个想法 结果我进去之后发现里面更糟糕 我所谓更糟糕是比我想象的更糟糕 哇 有一天我讲道讲了 不知道几个小时你知道吗 我从那边开始冒 我从到了那一天 那个时候开始冒汗 一直到我离开 汗湿了又干了 湿了又干了 湿了又干了 我仿佛回到我二十几岁去当兵的时候 他们那里没有冷气 哇 跟他们分享神的话 然后跟你们不太一样 你们也跟他们不太一样 他们听讲道 每一个人都灯打的眼睛看我 但是我要唱作居家 我在你们当中不用唱作居家 不过你们每个人都老神在在 我在跟他们讲的时候 我问一个问题 他们都大声吼出答案出来 那问你们呢 想讲就讲 不想讲 反正老娘坐在这边你要怎样呢 真的 差别很大 不过那天当我第一天的时候 我就发觉很吃力 我就回去跟神祷告说 我说主啊 我说我到他们当中 我要从他们有所得到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一年讲这么多的道 我从来没有 像这几天在晨曦会当中服侍一样 被激励 被他们激励 你知道他们是几乎没有路走的 他们吸毒吸了十几年 他们也知道他们进来 他们出去的成功率不高 可是每一个人说我一定要成功 我一定要成功 不然我就死定了 他们吸了十几年 那再问他们说 吸海洛因的举手 他们就举手 吸这个K他面的举手 就举手 每一个人 然后说吸海洛因 又吸K他面的举手 又有人举手 没有一个人不举手的 就是说他们就是认真面对自己的生命 我跟他们说你们很有希望 其实他们只是 我跟他们讲你们是运气好也运气不好 你们的运气不好 是因为你们有一种影被别人发现了 这是你们运气不好 所以你被抓出来 我说你们运气好 是因为其实所有人都有影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就是你 你有影 你有前影 你有色影 你有恨人的影 你有论断人的影 你有论断人的影 你有批评人的影 你有背后说别人坏话的影 你有骄傲的影 你有骄傲的影 我讲的我都有 不过你不要想我 你想你自己就好 我说那些人 我说那些人 所谓的名门正派 我跟他们讲 那些人的影 没有被显明出来 所以他要带到死亡里面去 我说你们趁着借你们的毒影的时候 把其他的影也借掉 靠着耶稣基督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我没有影吗 我们只不过是影 藏得很好 我们的影藏得很好 弟兄姐妹 所以那一次这两三天 我跟他们在一起 我灵里面得到很大的激励 我说主啊谢谢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敬拜神应该成为我们常态的生活喜欢 我们应该常常感谢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我礼拜我去一个小组聚会 我跟他们说 我只要看到 我只要每天晚上可以睡 到床我都无限感恩 你会吗 你不会啊 因为你每天都有床睡 所以你不会啊 当你有没有床 当你没有床睡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睡在床上是恩典 当你呼吸困难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呼吸是神的恩典 当你有头痛的时候 你才知道没有头痛是神的恩典 当你失去平安的时候 才知道平安是神的恩典 可是我们平安也不感谢神 没有头痛也不感谢神 有床睡也不感谢神 所以敬拜神就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习惯 亲爱的弟兄姐妹 露出你的笑容嘛 到现在 我们可以坐在这边是神的什么 恩典 你可以坐在这边是神的恩典 你礼拜天不用加班 神的恩典 你不用躺在医院里面 是神的恩典 你还有力气走过来神的恩典 昨天我就看我妈 我就跟她我妈说明天你会来聚会吗 她说她还没有完全好不能来医院 不能来教会 所以我们能来就表示我们是神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常常祷告 不住的赞美凡事谢恩 这是常态性的敬拜神 是我们的生活习惯 第三 第三 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会怎么样呢 会怎么样呢 2章43节 我们来读2章43节 2章43节 預備 请 众人都惧怕 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 充满神同在的见证 第三 充满神同在的见证 是一个圣灵充满教会的见证 弟兄姐妹 你的生活有没有充满神同在的见证 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 有没有神同在的见证 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 一定充满神同在的见证 那一次我们看到的彼得 他们医治了生来瘸腿的 那是神同在的见证 他们被大祭司跟沙都盖人抓去 联手审问他们 他们不仅不害怕 还讲福音给他们听 还责备他们 这叫做神同在的见证 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每一天应该 经历神同在的见证 如果我们要说行在圣灵中要经历 要经历 你就要经历神同在的见证 今年四月我到北欧去参加营会 营会完了之后 我就要去看一个老夫妻 那个是一对老先生老太太 因为他们儿女都已经离开了 所以他们老夫妻就平常没什么生活 每天的生活都一样的 那我就想去看他们 我就坐了一个 坐了几个小时到了他们家 可是他们家不能让我住 为什么不能让我住呢 因为他们要服侍我 怎么服侍我的老先生老太太 那我到他们家我也不会服侍他们 因为他们家吃什么用什么 我都不会弄 所以就寄住在别人家里面 然后跟他们有点来往 住在别人家里面 我住在那对夫妻家里面 是一对夫妻 一对夫妻大概五十几岁 然后他们太太有一个老妈妈 八十几岁 八十几岁 是从中国大陆到台湾来的 又从台湾移民到北欧去的 他移民到北欧已经三十几年了 三十几年了 其实日子好不好 他日子蛮好 可是他永远都是埋怨 他的人生是用埋怨来建构起来的 他的女儿跟我说 他的女婿跟我说 说我这个妈妈真的很可怜 整天抱怨 没有一句感恩的话 我就想说你也讲得太严重 对吧 后来我就跟他住在 我就住在他们家 那就是这一对夫妻 然后这个姐妹的老妈妈跟我 那我就住在他们家有两天的时间 只要碰到我都是用鼓励积极正面 因为我比较这种个性的人 我就笑咪咪的过去跟他讲 我讲任何一个东西 他都会转到负面的 一直蛮厉害的你知道吗 真的蛮厉害的 你知道有些人的脑筋思考 它是一个基本上 变成一个奇怪性的东西 我怎么讲他都会变成负面的 我怎么讲他 当然他不是冲着我来 因为我没关系嘛 对不对 我就说你的女儿很爱你 我就这样讲是正面积极的嘛 对不对 他说我还有一个女儿不爱我 我还有一个儿子不爱我 然后开始讲那个儿女 那我说那这一个呢 他说还可以不过 他永远可以转过去你知道吗 我就很痛苦 过了一天过两天 那我都 后来我就想说住在人家家里 总是要给人家带一个礼物 对不对 我就想说要带他妈妈信耶稣 其实怎么可能呢 可是我就说要带他妈妈信耶稣 第一天过去我累到不行 第二天又快要过去了 快要过去了 那天我已经出来刷牙完了 要回去睡觉的时候 要不然他妈妈从房间出来 就开始跟我讲话 我就讲话又开始讲 又开始抱怨 我就站在那边 以后我站了脚都酸了 就换这只脚站 就换这只脚站 站了后来不行 我就跟主说主啊 是今天要给他传福音吗 我明天要走了 可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我都除非你动奇妙的善功 怎么可能呢 可是我知道我站来站去 只脚站了吗 因为中间越换的时间越短 因为站太久了 后来我就跟神祷告说 难道是今天吗 以后我就扶着老太太坐下来 坐下来她就开始讲 我省略中间的过程 但是圣灵很清楚的感动我 传福音给她 我就跟她说某某人 我说你可以给我五分钟的时间吗 我就把五分钟 我把福音讲一遍 以后我就跟她说你愿不愿意 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助 她竟然说愿意 把我吓一跳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她说愿意 我吓得不知道怎么办 我跟你讲 我传福音是很有经验的 我是常常传福音的 我一年一对一的谈 就带多少人信耶稣 可是她是不可能的 因为她里面只有抱怨 她怨天尤人 她怨老天 当然我不太会怪她 因为如果你知道她的过去背景可怜 你不太会怪她 可是耶稣基督可以做这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后来那天我就传福音给她 传福音给她我就说我祷告一句 你祷告一句 我说我祷告的 如果你同意我所讲的才跟我祷告 如果我祷告的那一句 你不同意你就不要跟我祷告 因为我们不想强迫人家信耶稣 后来祷告完了 她说阿们 那就睡觉了 我就说晚安 我就跟她门对门 她就进去了 我就进去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问她 你睡得好不好 因为很多老人家都说他们睡不好 我就跟她说你睡得好不好 因为她也告诉她 她都睡不好 几十年都睡不好 后来我就跟她讲说 我们是同伴没关系 我也晚上都不太睡觉的 那你也不睡 我也不睡没关系 对不对 因为老人家只能这样 后来见了面 她们打开来 我也打开来 我就过去 我就说摩摩妈妈 我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 她跟我说感谢主 你就知道她信了主对吗 因为她如果说很好或不好 我都不知道她有没有信主 她跟我说感谢主 我高兴得不得了 弟兄姐妹 充满神同在的见证 是一个圣灵充满教会应该有的样子 如果圣灵在你身上 你可以做这个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 6月16号是个很好的机会 请你带人来 虽然我根本不认识好丰盛 是哪三个人 不过圣灵的工作不一定要透过什么事情 对吗 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请你带人来 今天椅子四个人做一张 就有点挤 真的不行 我们五个人挤一挤 好不好 6月16号 请你带人来参加好丰盛 第四 一个圣灵充满教会的 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的 请你写下来 得以享受美好的团契生活 请你写下来 美好的团契生活 美好的团契生活 我们来读三十二节 四章三十二节 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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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讲一个充满圣灵的教会 会有一个情况就是 享受美好的团契生活 三十二到三十五节 我念一节你念一节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 有一样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共用 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 把所卖的价银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好 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 你简单看过去 就是有个叫巴拿巴的人 对吗 他也这样做 把田产家业卖了 拿给 拿在使徒的脚前 五章一到十一节 是我们所读使徒行传 最令人不解的地方 就是有一对夫妻 亚拿尼亚 撒菲拉 他们卖了自己的田产 把价银 没有全部拿出来 拿到 然后把其他的拿到 使徒的面前说 这个是我全部的价银 彼得就说 他欺哄圣灵 以后他就死了 然后他的妻子回来的时候 来的时候 彼得又告诉他 第七节 第八节 彼得对他说 撒菲拉说 你告诉我 你们卖田地的价银 就是这些吗 撒菲拉说 就是这些 彼得说 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埋葬你丈夫的脚 已经到门口 他也要把你抬出去 有两个都死了 这个是在教会里面 当场死在教会里面的 两个人 对吗 这个是教会历史当中 很多人很害怕的一段圣经 说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弟兄姐妹 我今天早上讲 这一段的圣经 这一段的经文 是实际发生的事情 反映了使徒行传 这个圣灵充满的教会 如何有美好的团契生活 美好的团契生活 是一个圣灵充满教会应有的表现 那这一段历史 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是讲起这件事情来 实在不太舒服 因为有两个人死在教会里面 但是这是个真实发生的事情 有人说这是个虚构的故事 是要让人觉得教会是个圣洁的团体 不 这个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那也有人说 其实凡物公用这样子的事情 是人类可以达到的 对 最近的 就是最近几十年来 有共产主义的产生对吗 共产主义产生就是这个观念 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共同享用上帝 上帝所赐所有的资产 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共同享用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 如果不是神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 如果没有圣灵充满之下 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出来的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 已经注定失败 因为他们一方面要共产主义 一方面要无神主义 共产必须有神 那有人说那共产怎么办呢 我们当中有些人开始有点紧张了 对吧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实施共产制度 因为第一 请你写下来心态跟做法 我们怎么样可以有美好的团契生活呢 心态及做法就是凡物公用 请你先写 我再告诉你 凡物公用什么意思 你说凡物公用那就惨了 等一下我要分门别类 一千万财产以下的在这边 一千万到五千万的做这边 五千万到一亿的做这边 一亿以上的做这边 然后我们来凡物公用 不是 完全不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可以享受团契生活呢 就是凡物公用 什么是凡物公用呢 请注意听 就是在圣灵的工作下 许多信的人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 大家公用 甚至有些人为了别人的需要 把田产家业都卖了 把价银交给使徒 让有需要的人来一起分享 那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当时的情形跟现在有些不一样 虽然他们也有贫富的差距 可是他们大部分的人的经济能力 都差不了太多 就那个时代 不像现在的差距这么大 他们大致上都差不多 他们穿的吃的用的住的差不了太多 大致上他们的经济程度都是 有人会多一点 有人会少一点 但是不像现在 现在是有人有非常有钱 很多栋房子 还有用不完的钱 有些人是穷的 快要连饭都没得吃了 那这里为什么会说 人人都将田产家房屋都卖了呢 那是因为在当时信耶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当时信耶稣 就被犹太社会赶出来 当时信耶稣 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社会 信耶稣是信异端 因为他们不认为耶稣已经 基督已经来了 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基督 所以1992年我到圣地去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旅游 那个旅游 第一个上来的那个导游 上来他是一个非犹太人 对不起 他是一个非基督徒 他就上来 他就用麦克风跟我们说 他说你们都是基督徒 他说以色列是你们第二个家乡 然后他就说了 你们是来看那叫做耶稣的人吗 你们是来看那叫做耶稣 你们的救主吗 听懂他的意思吗 他切得很清楚 他就是这个人不存在 或这个人不真实 这个人不是救主 你知道当时信耶稣的人是会被赶出去的 那彼得当然没问题 彼得也信主 彼得的太太也信主 彼得的太太的妈妈也信主 对不对 假如彼得有孩子他们全家信主 所以他们就出来了 可是有没有人是 父母不信儿女信的 有没有 现在在台湾 父母不信儿女信 有没有困难 父母很高兴 对不对 赶快去信耶稣 有没有 至于我呢 我以后再说 可是当时不是这样 当时信了以后就把你赶出去 所以他们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没有住的 没有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有很多很多人是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没有住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 就有凡物公用的必要性 但是即使是这样 他们也不是被强迫的 如果你看 彼得跟亚拿尼亚沙菲拉讲话的方式 他说 房子不是你的吗 卖了价银不是你的吗 对不对 你可以不拿来 所以所谓的凡物公用 其实是指着你自己愿意 可是当时因为差太多了 因为差太多了 信耶稣有太多的人 有钱或者有财物的人太少了 听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他们就不得不这样做 因为看不得别人没饭吃 那我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在我们教会聚会 如果你知道我们教会里面 有一个弟兄姐妹 连饭都没得吃的 你给不给他吃 给不给 这么小生 给不给 你要小心 说不定不是别人没饭吃 是你没饭吃 你不要以为 可是我问你们 如果有一个人没饭吃 在我们教会里面 你给不给饭吃 一定给的 一定给的 如果全教会 所有人都没饭吃的 只剩下你有饭吃 而且你有一栋房子 卖不卖 太小生了 卖不卖 大生一点 卖不卖 当然卖 当然卖 你怎么可能不卖 你怎么可能不卖 你不可能不卖的 不是我们强迫你的 你一定会的 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不可能 明白吗 明白吗 你说这个会不会太难了 我告诉你还更难的 还更难的 我时间不够 我太多的例子要讲 其实哪一个教会都是这样 今天不要说是我们教会 哪一个教会都是这个样子的 凡是有圣灵同在的团体 都是这个样子的 当别人没得吃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给他吃的 怎么会不给他吃呢 弟兄姐妹 怎么会不给他吃 我们不可能不给他吃的 我们教会当时有一个孩子 他需要去医疗 需要15万美金 他们家没有 我就知道我们教会有个弟兄 拿出2万美金 就直接给他了 另外一个弟兄 就拿出10万美金 直接寄到那个银行里面去了 说只要这个孩子开刀 那2万美金 那10万美金都可以用 这个很多的在教会里面 我再讲一个 因为我先讲 所以我们误以为是均分 我们误以为说 我们现在拿出来 全部算了 平均的 除以所有的人分给大家 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他所谓烦物功用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有的这些是神放在我这边的 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我必须拿出来 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 现在没有拿出来 并不表示我不拿出来 是现在没有看到一个绝对需要的时候 所以没拿出来 我这次在晨曦会认识的一个香港人 我很感动 我坐在下面 我看到一个老人家 就是站上来 因为学员全部坐在那边 那老人家就站上来 那些都是辅导员 辅导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戒毒成功了以后 继续回来做辅导员的 这些都是信耶稣的人 他们站在前面一个个介绍 我吸毒几年了 我以前吸毒几年 我吸的是什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戒毒戒了多久把它戒掉了 第三 我戒毒到现在几年了 第四 我戒毒了以后 我从事什么工作 那这些人当然都是从事 回来帮助别人戒毒的 有一个人说 我今年六十八岁 我戒毒成功三十三年 戒毒成功到现在三十三年 我到台湾二十九年 我二十九年都在这里 我请问你 他有没有凡物功用 有没有 他的物是什么 他的生命 他的物是他的时间 以后我跟他在一起 我们因为在一起聚会一整天 完了他跑来告诉我 他跟我说 李长老 他说我要谢谢你 我才要谢谢他呢 我看到他 我就知道什么叫做凡物功用 他的命是功用的 因为他被别人 从毒里面救出来 他说我从今以后 我要为这些人活 一直到我死 这叫做凡物功用 这叫做凡物功用 弟兄姐妹 凡物功用才不是钱的问题 他其实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我就记得我们当中有一个传道人 他也在我们当中现在 他说很久以前 他大概自己都忘了 他说李哥 他说我钱给别人没关系 我有一个最大的困难 我说什么 他说我时间不肯给别人 我一方面觉得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好像怪怪的 可是一方面我非常感恩 因为他有sense到这个问题 他有意会到这个问题 他说我钱愿意给别人 可是我时间不愿意给别人 弟兄姐妹 我们才干愿意给别人吗 我跟赵轩不熟 不过我看到赵轩 这次要出来开花艺班 我很感恩 他在外面可以卖很贵 你听得懂吗 他在外面开班 可以收很高的费用 他在我们教会开不收钱 这叫做凡物公用 弟兄姐妹 把你的时间拿出来凡物公用吧 把你的生命拿出来凡物公用 把你的财干拿出来凡物公用 我们不要把神所给我们的 放在自己身上 我最近准备去跟一个人说 那个人是有点钱的 我准备跟他说 你所有的你要带到哪里去 弟兄姐妹 我今天也对你说 也对我自己说 一个圣灵充满教会的 有个见证 就是享受美好的团契生活 你我所得的要带到哪里去 你的财干要带到哪里去 你的知识要带到哪里去 你的能力要带到哪里去 你的生命要带到哪里去 你的时间要带到哪里去 你的钱要带到哪里去 有地方带去 那里都不需要这些的 你无论去那里或那里 都不需要这些的 你到神那里去的时候 这些都带不去的 你不去神那里 你去别的地方也 这些都带不进去的 所以如果我们的时间不给别人 如果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不肯给时间 我们不肯给财干 我们不肯去陪他 弟兄姐妹我们所得的 要归给谁呢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应当如何行 最后我们写第五个写下来就好 对不起啊 答案都没有讲对不对 第二个共享的理由 是耶稣的能力跟恩典 第三分享的结果 是没有缺乏的人 我最喜欢这句话了 弟兄姐妹分享的结果 是没有缺乏的人 圣经上说的 那你说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 故事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分享最大的困难 就是私心 私心 分享的困难是私心 弟兄姐妹 让我再告诉你一次 你不要生气 你现在所有拥有的东西 都不是你的 神可以随时收回 随时收回 收回还是客气的 对不对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分享不要有私心 真的别人有需要我们拿出来 你们都想到钱 我告诉你钱是最不重要的 拿一点时间吧 拿一点爱出来 在这一个缺乏爱的时代 多爱别人 少说负面 没有意义的话 多说鼓励造就积极人的话 我讲的都是圣经上的东西 最后 第五福音广传 人数增加 当我们有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的时候 福音就广传了 人数就增加了 最近有人跟我说 教会的人数好像有点点减少 你们没有听过春夏秋冬吗 春天的时候就发芽长叶对不对 夏天的时候就枝叶茂盛 秋天的时候就百物凋零对不对 冬天的时候只剩下枝子啊 问题是只要这棵树不死 就等明年春天嘛 那今天的问题在于 我们到底有没有生命 今天的问题是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保住 我们保住生命了 春天会来的 你放心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求祢自己来帮助我们 我们当中是圣灵充满的人 我们当中是圣灵爱的 圣灵所拣选的 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 所在这里每一个宝贝 都是你用种价所买赎回来的 主啊 我们如今来到你的面前 求祢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引导我们 主啊 叫这个教会里面充满了你的荣耀 虽然因着我们这个教会 难免有一些亏损 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 因着我们的思想 因着我们的不足 主啊 这个教会还有一些难处 但是主啊 我们知道你的恩典 总大过我们的难处 所以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向祢献上祷告 求祢保守我们 主啊 我们羡慕初代教会的 那样的荣耀的光景 我们也深深的相信 当我们高举圣灵 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救恩 当我们依靠上帝奇妙的作为的时候 这个教会是一个讨你喜悦的教会 就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开始 求祢让我们今天就回去活出一个 信其所说的一个项目出来 主啊 好叫我们下礼拜再见的时候 我们可以述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求祢听我们的祷告 好 我们请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起立 主我们来到祢的面前向祢献上仰望 我们的敬拜祢已经体会到领受到了 我们的感恩刚才在播饼的时候 我们已经献上 主我们仍然是一个需要祢 祢不断用大爱来临到我们的人 求祢不放弃我们 我们也谢谢祢 我们今天带了金钱来奉献 求祢悦纳 用在祢所使用 祢要使用的事情上面 主要我们存心敬畏祢 要活出祢 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式 我们现在要分散出去过敬拜神的生活 而且是常态性的 求祢带领我们 求祢听我们祷告 我们现在要分散愿主 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 与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